今天消息来看到第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24号即将在宜兰登场 下午公布主持人还有颁奖人名单 现场状况联系一个记者张艺华 好的主播 第49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24号就将在宜兰登场 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这个主持人的名单 新逛大乐部分分别是由杨千贝跟蔡昌倩担任 典礼的部分则是曾宝宜跟黄博 不过因为黄博是第一次主持这个大型的颁奖典礼 也引发外界质疑 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 跟金马奖能够给予这个信任我是很开心 当然也跟别的没有牵扯 所以说我才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电影奖项 因为这样真的体现了他的大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华语影韩的盛事 我觉得所有华语电影员都有参与的必要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这个黄博是不在乎这个外界的眼光 觉得这个金马奖是电影界的大事 他能够参与就非常的幸运 那看看他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拿下这个金马影帝 也担任过评审颁奖人 这次摇身变成这个主持人 会有什么表现大家都很期待 那他也说啊 他跟就是他的搭档曾宝宜已经做足了功夫 那就希望会有一些亮眼的成绩 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以上就是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播哦 好的新年一华第49届金马奖颁奖 典礼24号即将在宜兰登场 由黄博跟曾宝宜来担任主持人